霸权是美国最明显的特征,想制裁谁就制裁谁,想打击谁就打击谁,根本不需要理由,因为在美国眼里,自己就是地球村的村长,美国就是法律,美国就是规则,美国总是利用自己的霸权去欺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其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制裁他国常用的理由就包括,违反了美国法律,违反了美国优先原则等等。 当然美国军事打击,他国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化武,近期美国行事动众要军事打击是一样,理由就是其有证据显示,俄式联军将会在进攻伊德利卜的过程中使用化学武器。 确实美国海军已经明确,要将美国军舰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上每一个有海洋存在的区域,美国要永远抵挡地球村村长,要永久的冲到世界警察。 可是其他国家是绝对不接受美国的这种报道的,反抗就成为了必然。 自从特朗普开启这一轮财富收割行动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站在了抗击美国的道路上,其中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更是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对。 目前来看,美国制裁伊朗,打压伊朗,军事威胁伊朗的行动,几乎获得任何国家的支持,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反对声。 伊朗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对于欧盟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欧盟国家的持有主要来源就是中东地区,一旦伊朗危机爆发,那么欧洲将会遭遇能源危机,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缓过进来的欧洲必然再次被打进深渊。 所以在伊朗问题上,欧盟28国的意见初期的一致,欧盟28国在美国决定制裁伊朗的第一时间出台,并通过了保护伊朗的阻断法案。 近期又直接经济援助伊朗,据法新社8月24日报道,当地时间8月23日,欧盟28国达成重要决定,那就是直接先向伊朗拨款1800万欧元折合人民币1.4G,用于维护双方经济往来。 法新社指出,欧盟不缓伊朗同时还会对伊朗因为制裁而受到损失的企业进行保护,同时还将积极配合中俄共同制定帮助伊朗抵制美国制裁的方案。 确保伊朗局势稳定,确保伊朗始终留在伊核协议内,俄罗斯卫星网评论指出,欧盟主动联合中俄抗进美国制裁,显然是为伊朗撑起了保护赞,这样美国的制裁效果必然大大折扣。 俄媒同时指出,如果欧盟等与中俄一起反对美国霸权,那么美国就不敢轻易的对伊朗动武,因为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遭到世界上主要大国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取得军事行动胜利。 专家指出,美国如果不顾欧盟、中俄等主要国家反对,攻打伊朗那么结果必然是失败。 专家指出,梦又背后捅到,美国对决伊朗遭遇重挫,中俄联手成为最大赢家。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